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胡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今天的话呢 给大家分享这一款是传承系列里头的火龙王 那台湾翻译成火龙王 就是眼前的这个官方产品的放大 以及各位可以看到了身上满满的 似乎不要钱一样的奇面啊 一个放大还有精涂的版本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因为玩具实在是实在是实在是太大了 各位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deluxe等级的玩具啊 所以呢 我就只好用手持的镜头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各位也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方式啊 不同的一个观看的方式 还有附带一个火焰特效部件啊 火焰特效部件的话呢 透光性各位可以感受一下 也是很不赖的 然后转一下呢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拿下来 那这里稍微转一下 还单手啊就可以把它取下了啊 那这样一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颗龙头 这个牙齿啊做的不是很尖锐的啊 但是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 然后就是官方的一个充满了塑胶感的头啊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 官方的玩具真的是也是做的不错了 这款火龙王我是给予分数还是挺高的 那它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官方原本的一个配色呢 它背上的部分呢 是带着紫色的建层 但是我们这款金图版本呢 则是不一样啊 它是本来官方这里红 这里紫 它是反过来 变成上面的甲壳呢 是一个红色的金属 那么侧边来看到这里啊 这里比较可惜啊 这么一个部分 如果这里再加上金色的这个内嵌的话 应该效果也好上很多 然后呢 它的这一块部件啊 这个板子这一块 这块板子的话呢 是多出来的啊 我看了一下啊 原本官方的版本是没有这个部件的 但是它多附上了 而这款玩具巨大的翅膀呢 它跟原本官方的这种 软胶的是完全不一样 这全部都是硬的塑胶啊 而且这个建层的话呢 这个过渡其实我觉得好像 是有啦 但是我觉得好像 嗯 还不够精致啊 不过不过不过 意思是到了啦 那很大 而这么巨大 而且是一个坚硬的翅膀 它带了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这个地方 翅膀制动力度 没有很好 你看它 没有办法撑住45度角 不太容易啊 就很容易就去倒下来 可能45度角还可以 勉强力 如果你要30度角的话 就就就就 嗯 就进入不举的状态了啊 那它身上的每个关节都很紧实 加上漆面呢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把玩的时候呢 在变形的时候呢 会发生刮漆的情况呢 我认为就是不可避免 很难很难很难避免的 然后这个胸部啦 也给各位看一下啊 这个肚子是人形跟这个龙形的胸腹呢 是不一样的啊 人形的胸在里头 那龙形的肤色在外面 那我们继续接着看啊 侧边这里有一个三个绿色的涂装 这个三个绿色的涂装 你看啊 怎么样 这个就是有 这是官方原本的样子 这里就是有加强啊 那下方的话呢 这个爪子的部分呢 原本官方是黄色 它直接变成了黑色的部分 啊 整体来说配色有稍微做一些修改了啊 但原则上还是一个红色的金属配色 那我们可以整个看一下漆面的话呢 这说的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不过呢 它的把玩体验的话呢 就是很大 然后因为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关系 所以说呢 掰起来就很重 那关节都很紧 然后漆面的关系的话呢 就造就了它很紧实的一个把玩的手感 再来示范一下它的变形啊 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就可能要拆解来变形了 首先的话呢 胸口这个地方 不在这里 这个部件的话呢 是官方没有的部件 这里两侧打开 然后胸口的话呢 这里把它给掰下来 掰下来之后呢 两腿这里两侧打开 从这个地方有结合的卡扣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原本的塑胶色 跟上了一个金属漆面之后 涂装的一个差别了 这里两侧啊 这里把它给打开 龙形的尾巴呢 这个地方呢 跟本体呢 有一个结合的卡扣 我们从这里把它给推开来 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漆面的话 很涂得很满 你看这个时候变形是一定会刮漆的 这个时候利用双动关节啊 把这个两个当部的话呢 往中间集中过来 结合之后呢 在它的胸口变形的话呢 是先把前面这片部件 给往下翻下来 这两只龙形的手呢 先给收进去 大概呢 转到里头 手肘的话呢 转到这个位置 大约就可以了啊 因为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调整 然后呢 胸里头的这一块 其实它是一个旋转的关节 我们这边转过来 这一片先推开 那这里顺便把它给翻出来 吹去之后呢 先把这一片部件打开 然后呢 这里直接的把手臂 从这个地方给翻出去啊 那这个漆的话呢 还是那么一句话啊 这个漆呢 涂得很满 所以这个胳膊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卡扣啊 要打开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啊 这个地方很紧啊 把它给翻出来 扭了好一会再把它扭出来啊 手臂把它自然打直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的这个拇指啊 是多出来的一个可动关节啊 因为是一个球关 在变形的时候 我刚不小心太用力 就把它给碰掉了 这这胳膊呢 就给翻出来了 另外一只手的话呢 直接转过来 到这边就行 这一片金色部件呢 给推进去 到这里啊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部件 往上面翻过来 翻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顺道的调整一下 它的这个手 龙的这个手啊 去调整一下 把它缩进去啊 好 龙爪的话呢 捏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手肘的关节啊 记得是把它给尽量 往中间掐紧一点点 那变形完整的时候呢 这个龙爪的话呢 是必须刚好 嵌进去这个凹槽里头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后方 这个原本的这个人形的 这个部分呢 给推到前方来 那这次呢 那这次呢 这一款放大反金涂的红龙呢 它有个地方做了一个修改 它的正版的这边 这一块凸呢 这一块凸 它本来是应该扣到这个洞里头的 这里 但是呢 我们这个版本呢 它却没有了 没有了这个凸 没有了这个凸 那取而代之的呢 是 你必须呢 把这两侧 它的两侧呢 这个地方 有一块小凸 这边有一个小凸 要呢 很精确的呢 把它扣进到 这个凹槽 两侧都有 这两侧 扣进去之后的话呢 胸口往内推 没有什么其他的诀窍 就是这里 顺着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滑的一个面 直接让它滑进去 直接卡进去就行了 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在意 它的漆面 到底是不是会磨损了 我们来看到 它的人形状态 真的非常大一个 拿出一个官方的版本 跟它做的相比 真的是大人带小孩了 它的一个手指的话呢 原本的官方是一个 直接是拳头一个造型 而我们这一款的话呢 则是增加了一个拇指 单独可动 然后每一根指头的话呢 也都是可以在 单独去做一个活动的 然后它的手臂 前后呢 没有增加齿轮关节 比较可惜 但是平举的话呢 是有非常清脆的响亮声的 那这个脚的话呢 腰身 有齿轮的声音 这个脚前后 往前往后 没有那么响亮 但还是有的 侧踢更加的响亮 知识力度还是相当可以 然后也有外摆内收 这个部分都还是有的 整个脚掌呢 都是金属啊 非常非常的冰冷的一个手感 身上的最大的卖点吧 还是它这些 非常惊人的漆面啊 手臂的活动的话呢 这个也都不需要再多多展示 基本上呢 和正板呢 是几乎都是一样的啊 增加一些些可动 然后它的一个背后的 头部的这个 尾部的这个装饰的话 照比例来说 你看它这个的话 已经可以拖到脚底 而这个比例来看 你看它可能是有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长 然后根部的话呢 也做了一些 可以活动的关节 后面的翅膀的话呢 这个如果全部展开的话 将会是非常非常吓人的 一个玩具的尺寸啊 那背后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非常华丽的漆面 这个玩具 这个就是我只能说吧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做战士啊 门神的一个玩具啊 非常的巨大 那么它的话呢 还有附带了一个替换的 这个头条 这个显然是这个BW初代的 Megatrol的这个头条 但是我没打算给它 我没打算给它换了 感觉好像很麻烦 各位知道一下 有这个头条就行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这款 放大青涂版的火龙王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